歡迎收看 命運好好玩 大家好 我是何篤霖 我是郭靖淳 很快的又到了重陽節了 首先先祝篤霖哥重陽節快樂 先說先贏 請問重陽節是住什麼的 就祝您就是 超命富貴 那我要來祝我們命理老師 重陽節快樂 來 首先來祝我們風水大師 陳貴老師 嗨 大家好 接下來這位也贏我 祝福吳美玲老師 老師 賣茶米 賣茶茶 重陽節快樂 對 接下來祝福周映君老師 重陽節快樂 好的 來 歡迎幾位來賓 首先歡迎我們廖一華 老師好 接下來歡迎翁蔡耀大哥 重陽節快樂 要不重節嗎 好 接下來歡迎林秀芳姐姐 姐姐好 大家好 來 真的 那很討厭什麼好過重陽節的 但是有沒有搞清楚 到底重陽節是什麼樣的一個 一個節日 重陽節 就像我們如果現在去坐捷運 或坐公車 忽然有人站起來 不愛坐 讓給妳坐 等一下被請坐 是坐還是不坐 不坐 生氣 我告訴你 現在真的有很多長輩跟你一樣 我讓過位子 長輩說 不用… 我 OK了 不用… 然後就是… 那他還是搖搖晃晃 那我就怕 但他就是不坐 來…問一下… 蔡耀哥 重陽節 這節是來幹什麼的 還有什麼傳說 在我們台灣人最重要 為什麼 因為所有的祖先 如果祭日 因為我們現在上班忙 沒辦法回去拜 把所有的祖先的祭日 全部集中在重陽節這一天 是這個意思喔 對 最方便 我們祖先有爺爺奶奶 什麼外公外婆 不管哪一天 不管哪一天 全部給他請說 因為大家太忙了 沒辦法 所以請你們 在重陽節這一天回來 享受這一些 這些生禮 對不起 我可以插個嘴嗎 我爸爸原本是放… 我的生父原本是放在鄰谷塔 後來我們蓋了家族的鄰谷塔了 所以就要把我爸爸移過來 那移過來的那一年 那個有幫我們… 有人在向我們鼓募嘛 鼓募他在向我們說 你不用… 就是說我爸爸 你不用清明節來拜 你久久重陽… 你今年第一年 久久重陽節來拜就好 是不是這個意思 沒錯 這樣子 對 這樣很人性化 是啊… 我們說九月九 風吹麻天好 因為風箏啊 上面都有哨子 會… 然後九月九 牛羊遍地走 為什麼 因為春更夏雲秋收 九月九已經秋收 大家已經開始 步入休閒的時光了 然後就要東場了 所以說 這個九月九是為什麼 因為九是陽樹 以前認為說 這個天有九重天 你看苦人多聰明 現在我們才發現 宇宙不只只有 我們太陽這一系而已 原來很多系 九重天嘛 九是陽樹 什麼是 陽就是太陽 生花萬物的一個主 所以我們要 那一天 九月重陽的時候 這個清氣會上升 濁氣會下降 所以大家要登高 原因就在這裡 那知道它的典故 其實它有一些習俗是不是 對 那是厚漢的時候 有一個非常著名的仙人 叫費廠房 他非常著名 而且倒立非常的功 非常強 然後他跟他的徒兒 叫做環景講說 徒兒 九月九號這一天 你要注意 你們全家老小 都要到附近的山上 爬高一點 然後每個人在手背上面 要用一個小紅布袋 裝著這個豬魚 無豬魚 這個小粒小粒 無豬魚 這是中藥材一種嗎 對 無豬魚 無豬魚 這好像花椒 對 有一點像 花椒比較紅 但是花椒有開 這個沒有開 這個整粒都還是實心 好 然後這個可以殺菌 可以辟邪 而且可以抑寒 讓體內有能量 然後要喝什麼 菊花酒 菊花酒就可以延年益壽 而且對眼睛 腦部 是 腎臟的內複蜜很好 老師 我們喝紅酒 喝高粱酒 喝啤酒 沒有喝過菊花酒 對 你把菊花丟進去就可以了 好 一個晚上就可以 不是喝什麼酒都一樣 一樣 像菊花茶一樣 乾燥的菊花 喝啤酒給他放菊花 就是菊花啤酒 一樣 喝紅酒放菊花 一個晚上味道就出來了 然後 他這個環景 這個徒兒 那一天就真的很慎重 然後真的就佩戴 是 這個 豬魚的這個 紅色的這個囊布袋 然後 帶著菊花酒 然後全家老小 就到山上去 然後 到了傍晚的時候 回到家裡的時候 一到家裡怎麼辦 所有的雞 鴨 狗 牛 羊 豬 全部都死俏俏了 很難耶 因為師傅有跟他交代說 9月9日這一天 你家有大災難 所以你們要趕快到山上 閉一下 原來這些雞 鴨 狗 豬 牛 全部都替他們家 受罪了 結果全部都暴斃了 從那一天起 所有的人 每到9月9日的時候 一定要登高 然後喝菊花酒 然後配戴這個豬魚 然後到了曹批 就是曹操他兒子 開始宣布說 這個是一個正式的節日 然後在江南一帶 9月9號是怎樣 那一天是休息日 就是婦女的休息日 那一天婦女是不做工的 然後娘家要趕快 把這個女兒接過來 然後做什麼 做這個蟲羊糕 蟲羊花糕 就是用這個米麵為材料 然後上面畫紅棗 白果 還有這個松子 還有栗子 然後一圈一圈的 好像九層寶塔一樣 那一天把女兒接過來 然後怎樣 說這一天不要工作 如果不接過來的話 媽媽不高興 女兒也會一直發怒 然後小孩子就在那裡 哭鬧不停 就是說這個9月9日 9月9日給你放假 然後接恨娘家來做蟲羊糕 這個是因為唐朝的時候 有一個女子 嫁到這個婆家去 結果因為每天工作 而且一直被婆婆虐待 後來受不了 在9月9日這一天 就上吊 懸良致敬 然後後來她託夢給一個党家 說這些偉人媳婦實在太辛苦 太可憐 而且一直受虐待 請你宣布說 9月9日這一天 就是婦女的休息日 那天不要讓她 有任何的工作 讓她休息 然後在台灣我們告訴你 最重要 就是剛剛講的 要把所有的這些祖先 會在這一天全部祭拜 拜更多的 更多的 更多的 全部都好請 還不是隨便拜 簡易拜 這一天 還要更豐盛 對…拜多一點 因為碗筷要準備多一點 那要準備多少婦 至少12婦沒關係 對 歷代的祖先 你所有的 你有時候說 今天其實我今天沒有辦法請 我們先請這個美玲老師 來告訴大家 哪一些姓名筆劃的人 他天生就是陽氣特別的旺盛 都不用擔心什麼病痛來產生的 我們來看看哪一些人 他的精氣神特別的旺 我們看的是人格 人格也是代表我們的極餓功 也就是我們的健康的功位 所以我們看看有哪一些人 在精氣神方面是特別的旺的 有九化 人格就是我們的姓加我們第二個字 這就是有九化 十九化 二十一化 二十三 三十四 三十六 二十七 三十四 三十六 尤其是九化跟二十七化 跟三十六化的 還有十八化的 這四個數字乃九陽之氣 它相併起來都是九 它相併起來 在易經裡面來講是九的人 他的精氣神是比別人特別旺 所以尤其是十八 二十七 像這兩個數字的人 大部分都是屬於專業人才 都是屬於醫生 律師 法官 或是科技人 音樂人 或者是電影人 都是這種很專業的 因為他的精氣神比別人旺 所以他晚上會睡不著 他晚上都研發 有的人是越夜越美麗 有人一到晚上九點多 他就想睡覺 但是他到晚上的時候 他精氣神特別好 所以他能夠研發 所以這種很多都是以前 譬如說年輕的時候 他可以讀書讀到很晚 或電腦可以研究 所以這種大部分 都是屬於專業人才 所以這些都是精氣神比較旺的 尤其是三十六 三十六的人除了研發以外 他的動力心還很強 一個人他的腦力一直在動 體力也在動的時候 他就不容易疲勞 即使他有生病的時候 他都能夠戰勝 比較不能戰勝病魔的人 是他動不動就覺得我好累 我沒精神的 我沒體力的 我沒有怎麼樣 他的意志力不夠堅強 他只要稍微一個感冒 他就可以躺三天三夜 這個他只要稍微一個感冒 他可以覺得說 我明天還要開會還要幹嘛 其實他早上起來 他的病痛還是存在 但是他的意志力 可以殺死他的病菌的 所以他隔天 他還是很精力忘神的 所以這種一般通常 如果生病的時候 他的恢復期都會比別人快 是因為他的意志力比別人快 再來我們看另外這種 另外這種也是看人格 這種就是說 他的動力是比別人強 所以他的細胞會比別人活弱 我們看看有哪一些人 他的動力強 細胞比別人活弱 有16化 26化 30化 33 43的 有這些筆劃的 他在液晶裡面來講 6跟3他都屬於這個動力心 動力心的人 他是比較能夠做勞力 他的力氣也比別人大 像我們不管我們的數字 有任何一個工位 有26化 16化 還有36化的人 他的力氣都會比別人強 而且他比較能夠去做勞力的事情 或是這個東西放在那邊 他可以去搬的 所以當生病的時候 同樣這個人吃到這個東西 拉肚子 別人可能拉一天就好 要拉三天 他可能拉一天就好 因為他能夠去戰勝他 而且他平常也比較能夠 去付出勞力 他也比較會去運動 他的意志力也比較堅強 所以他做一件事情的時候 沒有達不到的 所以當他有這種意志力的時候 他生病的時候 他都比別人快好準 來…說到拜拜 崇陽節拜拜 崇陽節 因為你們家崇陽節拜起來 不輸過年 因為我們不是都有神桌嗎 然後另外都會打一個四方形 像我們打麻將那種桌子 大的桌子 八千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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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我們一般拜拜是不是 雞鴨魚什麼的 最無散 神樹枯什麼很豐盛 不是喔 崇陽節我們不是喔 崇陽節我們就是拜一般的 我們吃什麼吃什麼的 比方說我吃炒牛肉 就拜炒牛肉 比方說我吃煎魚就拜煎魚 就… 祖先愛吃什麼拜什麼 我們吃什麼就拜什麼 然後越多 碗越好 越澎湃越好 因為那個大部分就像老師講的 差不多有12碗左右 不管拜什麼 隨便你 最重要的是 還要有筷子跟一碗百萬 一碗百萬 但是還一鍋還要放在旁邊 對… 還要天 這樣喔 對 來 現在我們馬上來問一下 周英軍老師 老師其實說到這個崇陽節 很重要 但是我們該怎麼拜 才能夠拜出好運呢 我們知道其他的節日 有時候我們可以拜來財運 有時候可以拜來祖先的保佑 崇陽節可以 拜完了可以得到什麼 但是台灣人的習俗 因為台灣人通常有 我們叫死祭 就是祖祭 死祭還有一個叫做明旦 就是你的生日旦 那通常都是會 你就是祖祭還有一個 就生日旦的時候還要再做 那就是你的祖先很多 通常你不要說是拜的什麼 七代 九代 就是你拜了三代 也是會有很多很多的祖先 那你就拜下來的話 就沒有辦法 那因為張州人是從那個道路移民到台灣以後 因為那個時候的生活習慣比較弱一點 就是比較沒錢嘛 所以說沒有辦法一一的這樣子 去祭拜自己的祖先父母 所以就會變成統籌的在 崇陽節這一天 就是救救中央這天 就去拜祖先 所以他叫做祖祭 所以說現代人 那因為後來就是張淺 泉州人跟張州人 因為他們就是有那個通分的習慣 所以說慢慢的泉州人也是跟著 那因為那個客家人 其實他們有客家人在那個 像那個中部這個一帶 他們有把那個拜祖先的習慣留下來 那因為客家人就是 我家拜祖先你們就來給我請 那就是會慢慢的 他有三姓的那個人 他就會變成說 常常每一年都來請 那後來就延伸到 每一個人都會去拜祖先 那就變成 今年你來給我請 我來給你請 就這樣子 所以客家人也是有拜祖先 就後來延伸到 久久崇陽節會拜祖先 那我們通常拜祖先的一個節日 只有過年 再來就是清明節 再來就是端午節 再來就是 我們講那個七月半 七月半 再來就是一個崇陽節 那其他的就是 就是如果說你拜也可以 不拜也沒有關係 但是這個五個節日 是一定要拜的 那久久崇陽節是拜中期 就是你所有的 你有時候說 今天其實我今天沒有辦法請假 今天根本就沒有放假 那因為今天是我的阿公 誰的祭日 那我今天還要拜 那這個如果沒有辦法拜 你就把它做一個 就是崇陽節這一天 統仇在一個崇陽節拜對 所以說你那個就是只要說 我們叫第二年 有的會比較 因為父母比較親 所以可能就拜三年 三年以後全部所有的祭日 全部都歸在久久崇陽節 那因為我們拜崇陽 那家裡通常都會有神明跟祖先 那因為你拜崇陽節是拜祖先 那你一定要跟神明講一下 要不然今天我再拜祖先 那神明沒有拜也很奇怪 所以我們一定要拜個神明 那神明要看你家拜的神明 如果你家拜的是觀神菩薩 你就拜水果就可以了 如果你家拜的是 土日公或是觀聖帝君 那可能這個叫做大年祭 那可能就是要拜神明 神禮 神禮就是三星 就是那個雞 肉 魚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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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三樣就叫三星 那你記得這個三星拜完 有一些人的習俗是 三星拜完了以後 等一下要拜祖先的時候 可以把祂移過來拜祖先 但是不能整個移過來以後 就這樣子拿來拜 是不行的 記得移沒有關係 肉要切 雞要切 因為祖先是吃一塊一塊 祂不是整隻拿來啃 所以你一定要把它切過 我媽媽也是這樣講 我媽媽說祖先跟人家 你不能整隻下去拜 整隻下去拜 他要怎麼切 可是你可以付兩個手套 就手扒雞 通常一定要切 拜神是可以的 先拜神明 先拜神明 神明一定要整隻的 還沒切的 神明沒有要真的 神明是用看的 神明是拜神類 神類是整隻的 那到了一過來拜祖先的時候 就是要切過 好 那我們等一下 神明拜完了 那就再過來就是要拜祖先 那祖先因為這一天是總祭 我們說祖宗吉 所以記得一定要一鍋飯 如果你有兩姓公媽 有的人是會拜兩姓公媽 記得要兩鍋飯 對 是喔 不同的姓就是 台灣人很多 什麼叫做兩姓公媽 因為祖的 遭罪的 就要請祂的神明 明明子也是弄做小孩的 以前弄做小孩 因為後來祂可能會回去 拜祂自己的生生父母 這都有 所以說拜兩姓公媽的人 記得一定要兩鍋飯 因為飯是最重要的 再來就是 菜要九重以上 因為這天做宗吉 所以一定要很多 所以你就是記得 今天我們就是拜很多很多的人 你要請很多人 所以你要很多的菜 那你菜沒有很多 你起碼要有大碗 就大大一澎湃 比較大碗一段 所以說九盤菜以上 那菜湯也要一鍋菜湯 這樣它再吃一百 那再來就是水果 剛剛我們拜水 這邊拜水果 我們可以把它移過來 水果就沒有關係 不用切 那再來就是碗要七 音數裡面最高數叫七 所以說一定要七個碗七雙筷子 那如果是兩姓公媽 就是變十四塊 就是兩邊都要七個公媽 因為它就是那個公媽 就是一邊要七個七雙筷子 因為七是音數裡面的最高數 陽數的最高數是九 七的最高數就是音數裡面最高數 所以一定要七雙筷子 七雙筷子 一鍋飯 兩個姓氏 所以你就準備十四個碗 對要分兩邊 十四副筷子 菜湯全部沒關係 因為通常大家做的吃沒關係 但是你碗中一定要顧人 是是是 飯一定要多一點 那再來就是我們要準備掛金 還有就是大小銀 有拜國媽的時候一定要記得拜地基主 因為一樣都是不拜陰的地方 那地基主來講的話你就準備飯啦 菜啦還有記得要雞腿 因為地基主最喜歡的就是雞腿 所以說其實如果說我們很忙 那準備我們講說一個便當 其實是沒有關係 因為之前有人說不能拜便當 現代人都在吃便當 為什麼地基主不能拜便當 所以可以 那你可以買兩個便當把它合在一起 因為雞腿把它大一點 那記得如果有湯你就多一個湯 如果沒有湯就沒有關係 你用那個掛金 就是那個也用掛金來炒香 拜拜 那就整個就這樣 為什麼雞腿要大一點呢 因為大年節 因為大年節 所以我們就帶多一點 通常 你說拜地基主的時候一定要 就是重陽這一節 重陽是大年節 重陽這一節 因為如果說你像過年 也是要我們都準備大一點 清明節 端午節 端午節 還有就是七月半 還有就是重陽節 就是這幾個叫大年節 其他有的人是搬家的時候 會拜個地基主 換新家的時候 或是安公媽的時候 安新民公媽的時候 也會拜個地基主 那個時候你就普通 就普通對賽 對 或是有的人初二十六 或是初一十五 會拜地基主 這個就是 因為你常常在拜 所以普通對賽 好 我們如果明年 要開始實施在重陽節 這個要 過年那一天 那一天先報 那一天先報 對 從明年開始 我們就是在重陽 對 發通告 去都要先講 這早期都把你改在中陽 對 還要先發會 還要先發會 就是過年那一天 禮報 還要先禮報 要先講 你不要想說 明年跟我重陽 那我們大家回來 是你發簡訊 臨時翻 人家他會準備 然後做功德是因為 這個祖先已經神格化了 所以他要有金子 因為有這些道士 來念經 已經把他們超度了 他已經神格化了 那可是如果像我們清明節 拜拜過了 我們還要做基嗎 清明節跟做基是不一樣 做基他是做中基 是歸在九九重陽節 所以清明節他拜跟做基 他是整個是 兩個是不一樣的 因為清明是我們少母 所以回來還要拜個姑媽 他是兩個地方去 木的時候拜 還有家裡的姑媽也要拜 好 所以重陽節是一拜很多 連木都沒有的祖先 對 以前 對 就是七祖縣現 是 他以前是在攤位 攤位呢 所以呢他並沒有拜什麼 他沒有拜弟弟 結果到了 你有聽過朋友 他們這個什麼 分配到員工宿舍住進去 不信地基組這一套 然後覺得怪怪的 結果 不是不信 就是說我朋友的爸爸 他不知道是軍還是警 當時 那不是都有配宿舍嗎 那他們都會移來移去的 一下子住台北一下住台中 一下住台南移來移去 然後他們都有宿舍 有一天就很多怪異的現象 起先只是覺得大家心裡上覺得 啊 今天 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